为强化海洋研究能量中央政府规划要在高雄港和台中港两地 一同成立国家海洋研究院 希望透过国家资源预助培育专业的海洋人才 这天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也特别邀及相关单位 前往台中港会堪用地 希望能够整合中央和地方力量 让期盼许久的海线第一座国家级研究中心 能够尽快顺利成案 包括海洋科技的部分要在港区 我们要有一块土地 仔细听取简报了解台中港区的用地规划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这一天特别邀及 今年4月份刚成立的海洋委员会 与港屋公司等单位一同会堪台中港用地 希望争取许久的海鲜第一座国家级研究中心 能够尽快顺利成案 在台中港这个地方正好这里有机关用地 土地边边 所以把国家建出国家的这个机关 来我们台中港这个地方设置 我想对台中港未来整体的发展 未来这个地方的就业机会 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中央政府规划要在高雄港与台中港两地 一同成立国家海洋研究院 其中五七院区将规划四大区块 分别是海洋防灾与产业 海洋测报与资讯 海洋生态与保育 以及海洋法证与文化研究所 希望透过国家资源的挹注 培育专业的海洋人才 大家联合来开发这块地的话 那未来成为狼带中间的一个串接的中心点 是一个好的一个规划 这个研究中心应该有教育推广功能 所以未来也会有一个海洋教育馆 简单讲未来我们整处到 这个国家级别单位来台中港 是四个研究所 跟一个海洋教育的管设 让海洋教育的推广教育 可以在这个地方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 蔡副院长也表示 希望整体规划案能够赶在今年完成定案 明年展开规划设计 最快后年就能发报东宫 未来也将配合台中港的海洋观光 狼带串联 带动地方发展 接下来 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